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推資源部分講完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我們就來看一下第三頁 那這個算數運算值剛剛講過了 加減乘除 主要是這個百分比求於數 這個還蠻常用到的 還有層層求幾次方的 這個也蠻常用到的 另外的話呢 我們底下會用到所謂的關係運算值 什麼叫關係運算值 就是說我要比較前面的跟後面的資料 到底兩個資料到底是不是一樣的 那當然這個地方如果一樣的話 我們可以敘述就是加一個等號 比如說這兩個相加 這個跟這個相加的結果是不是一樣 如果一樣的話就true 如果像這個兩個相加的結果不一樣 那就false 所以它會返還給你true跟false的結果 然後讓你利用if去做後續的判斷 那等於是這樣喔 不等於怎麼寫 不等於是這樣寫 像那個vpa不等於是這樣寫 小於大於 可是呢在python啦 c++java都是用不等於 金碳號加個等於 這叫不等於 那這個大於小於 大於等於小於 那都一樣啦 所以這個比較需要特別記的應該是這個 那等號的話呢 特別最好是兩個等於喔 vpa是一個等於喔 這可能要稍微特別小心喔 因為如果你以前習慣寫vpa同學 常常這兩個東西比較容易出錯 再來的話呢還有什麼邏輯運算值 常用的是and跟nots and跟o啦 nots比較少用 因為通常齁 很少在用nots的 我基本上寫成是很討厭用nots 因為nots的話變成說 你乾脆就是 怎麼講 你就是用true跟force就好了 你幹嘛還要加個nots nots變成顛倒邏輯了 true就變false false變成true 那最後有時候啊 反而你要轉轉來轉去 最後轉到什麼時候 自己都搞不清楚 所以我自己比較 不太喜歡用nots 但是你如果喜歡也可以用用看 如果你希望寫出來程式讓人家看不懂的話 你可以多寫幾個nots 這樣最後人家就搞不清楚 到底你在寫什麼了 有嗎 nots 在nots 在nots 有沒有 有一些工程師很妙耶 程式裡面加一大堆nots 到底是幹嘛 難道是希望別人看不懂 對不對 所以上那時候 反而我就習慣把他的nots全部拿掉 拿掉之後發現 原來nots其實就是裝飾用的 根本最後結果是一樣的 ok 所以 所以我說程式絕對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因為寫法可能至少會有這個數種 甚至數十種都有可能 ok 所以每個人的邏輯不一樣 所以盡量呢 如果你希望這個程式寫出來 你自己比較不會發生錯誤 而且你自己看也比較看得懂的話 最好用自己習慣的方法寫 ok 不要完全跟我完全一模一樣 沒關係 你可以稍微換個方式寫 那比如說我們後面有一個練習題好了 假如我希望比較什麼 比較年齡好了 ok 那比如說年齡 大概可以區分成幾種 當然一般如果是初跟force的話 那我們就成年跟未成年好了 ok 比如說我現在第一個 先寫一個成年跟未成年的程式 那第二個當然我可以把已經成年的 又可以區分成三種 一個叫青年 一個叫壯年 一個叫老年 有沒有 未成年就小於18歲嘛 那如果是成年的話 又可以區分成三種類型 那青年的話假設啦 我希望他是30歲到18歲 青年 那如果壯年的話是31到65 剩下來的就老年 那程式該如何鑽血 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來執行一下 這個程式結果給各位看一下 假設我們先不要看這邊 請輸入年齡 假設輸入15歲的話 他應該會跟我講什麼 未成年有沒有 得到未成年沒問題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如我輸入是19歲 他會跟我講是青年 那如果是輸入是35歲 壯年 如果輸入70歲的話呢 那就老年 大概會這個邏輯 那程式該如何鑽血 OK 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第一個 會有一個input input的輸入 output的輸出 所以一樣會有一個input跟output 中間的話就是你要做邏輯的部分 那程式首先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先把它刪掉 第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假設要讓一般人輸入資料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可以用input input什麼呢 後面加一個敘述 請輸入年齡 如果你今天呢 假設寫完這樣的話執行 你會發現他看到結果會這樣 請輸入年齡 然後會把什麼 把年齡假設15的話 Enter 他就會丟到H裡面去了 如果我希望什麼 假設我們這個程式 寫個比較簡單的 直接乾脆input之後把它print出來 print什麼 printH 那你會發現執行 你輸入15歲的話 這邊把它停止 這邊可以停掉 再重新執行 15print 有沒有 他就把15給print出來 但問題上根本沒有作用 所以呢 我們希望 不過還有一點 你可以把這個 H 的Type typ 把它print出來 那你想說 到底他輸入input之後 的形態到底是什麼呢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輸入15 Enter 它會跟我講說 你這個15 它是一個自串 OK 所以特別小心 這一點要蠻小心的 為什麼 在python裡面的input 它輸入 如果你輸入15的話 它放到H裡面 會是這樣的15 所以呢 假如你沒有特別去轉型的話 那就會出錯了 因為如果你後面 假如說 如果 它的 假設 我們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我今天底下 是 撰寫一個什麼 如果 if if 什麼呢 if h 小於18的話 特別注意 如果將來 python要做判斷是這樣 如果 空一格 這個條件給它 然後 後面記得 一定要加個冒號 冒號 指的就是說 這個邏輯結束了 然後呢 要做什麼 所以Enter 如果 它 小於18歲的話 那我就 把這個 結果 printer什麼 printer 未成年好了 假設我今天 就是這樣 那就 這邊就輸入什麼 輸出那個 未成年三個字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輸出 未成年 好 所以 你來 這樣子當然 看起來好像沒錯 不過 根據我們剛剛的 有沒有 printer結果 這個是String 所以如果你String 來這裡的話 你會發現 假如說 你沒有去轉型的話 這個15有沒有 有沒有小於18 根本沒辦法比較 因為它是文字 這個是數字 所以記得 一定要多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呢 請你在Input的外面 加一個什麼 int 有沒有 你一定要先把 輸入的這個15 轉換成15的文字 拿到這邊的話 才不會出錯 不然的話 你如果沒有加這個int的話 它到這一行 就會 沒辦法比較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一定要先轉型 然後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輸入15 它應該輸出什麼 未成年 這個應該轉型 所以int 這行可以拿掉了 但是問題 如果你現在 假設輸入是19歲的話 enter會怎麼樣 什麼事也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只會抓取什麼 如果是小於18的 也就是說如果是大於18怎麼辦 其實你可以在下一行 再增加一個什麼 成年好了 假設我們現在 做兩重的這個邏輯判斷 那 反支的話 你可以寫在這裡 反支 然後呢 print叫什麼 成年好了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一行 再複製到這裡 我習慣拖拉加Ctrl鍵 然後把這邊改成成成年 我希望再把它劃分成三個等級 可能就是什麼 18到30歲是青年 31歲到65歲是壯年 剩下來超過65歲的就老年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改 其實也蠻好改的 如果你這個做得出來的話 其實要改 只要把這邊做一點手腳就可以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把第一階段完成好了 就是 記得這個input 外面一定要包int 如果沒有包int的話 會發生錯誤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